第九題,我們先畫本體的部分,先做一個旋轉 旋轉我們用TOP 單位圖面,Right 向右邊 首先我們先畫一個旋轉中心 旋轉中心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圍圖 好,那我們把圖畫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本身是一個,先一段直線起來 然後再來 這邊也是一段直線 上來,好,那接下來一段圓弧 就這裡跟這裡 這樣子 然後再來,要封閉起來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定義它的尺寸 這一個尺寸是需要的 然後直徑,直徑 然後 再來,接下來 再來還有一個是R 所以代表一個是R 那直徑還是需要 直徑 好,那 再回頭看一下它的中心 好,那 這個尺寸的話 意思就是 有多一個尺寸 表示說我們是少一個尺寸 這一個不見了 好,那這樣子就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就選選所有的尺寸 好,那再來修改 做共比例 好,點選一個尺寸來看 好,這個尺寸應該是51 我們就給它51 好,那接下來 把它的尺寸改對 這個尺寸是 8 好,這個尺寸是 12 好,這個R是 762 好,那我們再來回頭 再看剛剛 這樣 中心其實不一定在這條線上 有的人直接畫 就會畫中心在線上 這樣子可能就會 一開始就錯了 好,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畫這個旁邊的 筆夾的地方 那 所以我們就先畫 隱身 好,那用剛剛的繪圖面 使用先前的繪圖面 好,那這筆夾的地方 稍微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 我們需要用到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當參照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把它 從這一個畫出來 中間齁 那因為中間還沒有挖空 所以中間是可以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 畫一個斜線 我們斜線 大約 到的地方 是這樣子齁 好,那再來 然後 我們先 設定這兩條線是平行 這是比較明顯 剛剛 沒有做到的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來標尺寸 好,那要標這一個點的距離 好,這一個尺寸的話 就需要一個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一個點 好,那標尺寸 點到這個點的距離 這樣子 那再來這兩條線的寬度 我就直接標這一個 那實際上上面是有尺寸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點到中心的距離 那再來是這個點到 這條線的距離 那再來是 這一個點到最前面的距離 那 接下來是這個點到這個的距離 就是這一個 那 你看 再來我再標一個角度 這兩個的角度 然後再來 整個的長度 那再來 整個的角度 那 這樣子 該有的都有了 那我們來算看看有幾個尺寸 123 4 5 6 7 8 9 9個尺寸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9 124 5 6 7 8 9 9個齁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標 定該尺寸 那這不太 因為這個比較接近實際的圖 所以比較不需要去用比例 那這個圖 這樣子就完成了齁 那完成之後記得對一下尺寸看對不對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打勾完成 那這一個的話我們應該是從這一個面往兩邊長 對稱的長 然後他的厚度應該是3 就給他3 這樣子 這樣子OK齁 那接下來這一個的話我們要做薄模角 那做薄模角的話我們就給他一個 發模 那我要選這一個四周圍的面的話 我就選這一個 先選這一個面 Shift鍵 再選這個邊 放掉 那這個時候會多一個面就是這個圓柱的面 在Ctrl鍵 那Ctrl鍵其實是加或者是減 就是增加或移除 那原本在裡面的你再按一次它就是移除 那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這尺寸不動的面 我們選中間這個面 那接下來的話 這樣子的話其實是單邊而已 單斜 所以我們要做面的分割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是以拔模角鏈分割 那兩個應該是重屬關係 重屬關係的意思就是 兩邊都做拔模 但是兩邊的角度是同一個 給它十度 看一下應該是變大還是變小 應該照理說是 反方向變小 那這樣子角度無誤 再來就把它改成是真正的山度 好這樣子 那這樣子沒問題就打勾 那接下來的話我就可以把裡面的 蓋子裡面的切掉 所以我們用旋轉 切掉 那使用先前的繪圖面 那一樣先給它一個中心線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 用這個位移的方式 選這個 這個我們用鏈好了 然後一樣位移的方式 用鏈 然後選 我用單一齁 這個 應該是厚度是 0.8 所以厚度0.8 應該負0.8 可以錯齁 這邊是負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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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方向是對的 那另外這一條的話就不用 那另外這一條的話就不用 直接就投影 那我再把這一個範圍把它 接起來 那這一個就是這一個邊 接起來 好那這超過的當然 我們要給它封閉起來 所以我就畫一條橫線 好那把它去 併起來 好這樣子 切掉 那這個可不可以用博客做 可以 但是這個處理的地方 就是不能伸出太多 如果你用博客做 其實也是可以 那就 看你覺得怎麼做比較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做到圓角 圓角選這個邊 好那這 圓角的大小是1 我就給它1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那像剛剛的這一個 這個就是分割 會變成兩個面 沒有分割的話 它會同一個面 往同一個方向 清寫 好那這一題完成 謝謝 太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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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